他們有發掘台南地區這個地方有些偏向的醫療的需要 所以他們很慷慨的捐贈給我們基美醫院一輛中型的巴士 一輛有人坐的小巴士 那我想這些車子對我們台南地區忽遠廣大 我們要服務一些比較偏向的民眾 或者是我們有一些偏遠地區的醫療 都能夠帶來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很感謝岸城307的桌子清掌上的地區 特地趕下來給我們做這個捐贈 那希望這些車都能夠發揮很好的效能 讓我們的民眾能夠更方便秀運更方便 這次捐贈的想法是為了想要幫助一些 一些弱勢的族群還有一些生長者的一些 就偏遠地區的 就是因為我們想想一下偏遠地區的醫療比較匯乏 所以想要回饋一下社會 然後把我們安城的企業的想法跟理念 推廣給社會這樣 也想做一些這些事情這樣 對 醫療也沒有分區域嘛 就是能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來去幫忙更多的人這樣 到台南雖然是比較平地 但是呢也是有比較醫療資源缺乏的地區 那我們常常也會用到這個車子到這個比較便宜的地區做服務 那台南地方的很多企業界呢 過去對我們很照顧 那我們也很多車子呢都是企業界 他們熱心回饋地方 那今天應該算是第一次留北部的企業 那認同我們七美醫院的經營 那他們也願意這樣子來做這個公益事業 所以我們很謝謝這個安城 餐廳集團還有這個安和國際貿易公司呢 這一次的散局 捐贈我們兩輛這麼漂亮的車子呢 那我想我們這個將來一定會善用這兩部車子 來服務比較偏鄉的這個民眾 那我們甚至我們的這個醫療服務社呢 還有我們醫院的這個天香醫療呢 我們也到最高到達阿里山 阿里山我們行為醫療大概是每個禮拜要去一次 那醫療服務社呢 他們大概每一季會到花蓮的 這個相當有趣 花蓮有一個叫做奇美部落 有一個奇美部落 那我們跟這個奇美部落 然後呢在差不多十年前才發現說 原來在花蓮那裡有一個奇美 在南部也有一個奇美 那就連結起來 那我們每年會兩到三次呢 我們的醫療服務社也會到花蓮這個奇美部落那個地方 去給他們做醫療服務 那這些當中呢都很多需要這個車輛的使用 所以我們會好好的利用這兩部車子 那也謝謝安城參林跟安德國際實業公司的愛心 能夠將這麼寶貴的車子來建設 很榮幸站在這裡做這麼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據我所知那個奇美醫學中心 它多年來都為了天香地區的民眾進行醫療服務 而為了減輕民眾就醫及交通的問題 那這次我們拋磚引玉 尊責社區醫療車 讓奇美醫學中心有更好的能量來進行 進行這個醫療的服務 那同時也希望藉由這次我們安城企業的 基於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的理念跟想法 把它推廣出來 那期盼能為社會帶來更多善良的力量 從今安城餐飲企業也會持續不間斷的為社會服務 能盼能給一些弱勢的族群 及身上者更多的溫暖與幫助 最後也想跟修院長還有奇美醫院的同仁們說一聲你們辛苦了 同時期盼大家都更能重視偏鄉醫療的資源的匱乏 還有醫護人員的辛勞 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然後來回歸社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